這支歌仔 有些說出自己心聲的歌 你會很想讓自己另一半聽 但也有一些歌你打死都不想聽到 這首就是Tonic的《換物喪吐》 顧名思義,如果你太沉迷玩玩具的話 是會有機會喪吐的 不是只吐死了,而是它會離開你 那你就喪失了吐了 沒了吐那怎麼辦? 就只剩下你和你的玩具 Tonic 4月11日首先發布了這首歌的歌詞版MV 在這個MV裡面,整首歌本身在說的東西只不過是 男人都喜歡買玩具的啦 我自己也知道有些不好的 有少少錯 但買玩具也有很多好處的 歌詞也有寫 是我衰,洗了那麼多,愛你先 想買玩具為主我 在MV裡面,他們甚至說 大家不要讓女朋友聽到 聽到就不要說是他們唱 他們不是Tonic 看起來他們真的很害怕 他們官方Youtube那些歌詞 是印上emoji的 通常男人在很害怕的情況之下 是很多emoji 本身都覺得是一首很好的歌 去銷售給女朋友聽 又會認錯,會說一些正面的東西出來 怎料19號的真MV一出 我就發現原來他們應該是想 拖整個全世界的男人下水 鳳親有拖拍的都無一幸面 整個MV就12分鐘左右 6分45秒之後 Tonic和一群玩具發燒有門 每個人都說了一些怎樣買玩具 不要讓另一半發現 怎樣減輕你的伴侶不滿程度的做法 條條矯都好用 師傅那招 店舖已經給了超過90%的訂金 然後到家裡再交收的時候 就要給他剩下10個元 然後跟老婆說 這個就是完整的貨款 是屈的 但重點是 行不行啊 這些是不能說的嘛 這些是男人和男人之間交流心得的時候 靜靜地說啊 現在都黃了 女友都警惕了 我們這些兒子將來買玩具怎麼辦 先說一首歌吧 吉他手小龜作曲 偏監都是Tonic自己做的 最想說的就是這份詞 是林日希和Tonic 很聰明啊 我想知道裡面的比率是佔多少 始終歌詞實在太敏感了 為了減低給女友和老婆懷疑的機會 找多個人分擔會比較好 聰明 因為Tonic可以跟他們的伴侶說 這次是林日希填九成的 林日希也可以說 是Tonic填九成的 曲風來說就是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indie時期的Tonic的曲風 一開始就已經是punk的吉他聲 噔噔噔噔噔 是我以前在葡芭聽他們的 雪糕落米池啊 奶夜啊 那些style 說近一點就是 我不能忘記你 還有Last Christmas 那種很賺鬼得來的 歌詞又好到的歌 我自己個人就很希望Tonic 都可以推出多些這類型的歌 說好玩具 今次的冷知識就是 全球最貴的三件玩具 第一件就是Cost Final Days 562萬 5美元 Cost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料的 見見都貴到嗨嗨的 這隻Final Days就是Cost 首次用這麼深層的色調去做的 也是用了材質堅硬的非洲柚木來做 首先就是阿姆斯特丹把木材切好 再運到馬斯瑞克手工刻制 令到這個作品的光澤和質感 都是跟其他很不同的 至於這個作品要表達的含意 Cost就說 我不想把想法強加在觀眾的身上 每個人看上去都可以帶來不同的意義 我的作品不是為了某一種類型的觀眾去製造 嘩 果然 真是說什麼都可以 我都很想可以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然後跟別人說 沒有的 你們看都覺得是什麼就是什麼 但它是成功的 你們也吹不上 第二季的玩具 這個對不起我真的不懂得讀 的陶瓷娃娃 625萬都是美元 有將近1.2米高 就說是12個工匠一起 在15000個小時內完成 除了外形很別致 它說別致我自己覺得有點creepy 裡面都有很多精心製作的裝置 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一上年 那個娃娃就會動 還有在這裡笑的 是不是很恐怖 但是這些恐怖的東西 又真的很多人喜歡 有錢的人喜歡的東西就更加可以 625萬美元 嘩 成四千多萬港幣 這樣就去買購買了 第一位最貴的玩具 就是林寶堅尼亞文泰德跑車黃金版 大約730萬美元 林寶堅尼那時候就為了慶祝50周年 就特意重金禮聘了一個德國的工程師去打造這個Aventador的玩具車模型 因為外面的表皮是純金車漆 那兩盞車頭燈就是用鑽石來做 車裡面的仔細位都是用鑽石去鋪 所以一出的時候就轟動了玩具界 最後這架模型車給一個阿拉伯的土豪用730萬美元買回來 730萬美元去買真的林寶堅尼 都真的還可以買到兩三部 可能也不只 不過算了,有錢人不理這些 他們不是看這些 唉,什麼時候才可以跟他們的目光一指 今集的伊之哥仔就到這裡了 如果想聽到更多新歌派台消息 有些每一集都會說的一至三四個相關冷知識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按住鈴鐺 這樣我出片才會告訴你 逢色日14出我生活的主片 235就是出伊之哥仔 記得follow我Facebook和IG 我們下條片再見了 拜拜 通力啊 以後我怎麼辦啊 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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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αν不掉了 好… 不是,沒有了 我不那邊 不掉了 不安 不掉了 不,不 тр足 不念不掉了 中文字幕——YK